中超,广州恒大淘宝vs重庆思维中超,广州恒大淘宝vs重庆思维比赛时间,2018年7月29日19点35分星期日,亚洲盘口,1点05两球0.65广州恒大淘宝上场与上海上岗的大战因天气延期,球队得到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,而且上场面对贵州横峰的比赛, 新元塔利斯卡守秀上演帽子戏法,显示出相当强的个人能力,而且对广州恒大攻防两端,都有相当大的提升,目前广州恒大少赛一场排名联赛第四位,与榜首的北京国安有七分之差,而重庆思维上轮凭借卡迪西的进球,球队一二比一险胜天津太达,球队终于结束六连败的尴尬记录, 本赛季重庆思维发挥并不如意,球队相比上赛季成绩有所下滑,目前仅仅排名联赛第十二位,亚洲数据公司开出广州恒大让两球,显然两队实力有相当大的差距, 而且广州恒大主场胜率高达71.4%,场均进球也将近三球,进攻火力十分凶猛,加上球队迎来新元塔利斯卡,攻防两端上升到另一个层次, 鉴于重庆思维进攻力属于一般,球队防守上有一定隐患,此番更是客场作战,所以本人觉得看好广州恒大能够再迎来一胜大胜, 亚盘推荐,广州恒大淘宝大小球推荐3.5,大比分推荐,比45-0更多离盘推荐私信,Zlovet888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